用米、用水 撒出去做变化 易供的 假如你不做易供 你光这样撒出去是空的 这个叫空供 你空供的话 到时候他们吃什么 不是找你吗 他们会找你的 所以这当中是有意念上的供养 并不是截个手一念个咒就了结了 是要撒出去东西 你马上你想有些东西飞出去 布满整个西空之中 下降来供养他们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易供 我们每天 四点的时候同修 通通要做这种易供 并不是说 你撒出去就算了就了了 所以这个 这当中也就是讲说 在 在 某一个情形之下 你可以做易曼陀罗 给弟子灌顶 某一个情形之下可以做 有些时候是不可以做 他有规定的 你们喜欢的东西哪来供 都应该来供 都应该来供的 不能四点的时候同修道 大家拼命易供 不可以的 他是讲说 你没有知才的时候 你才可以 这样了解了吗 也就是说 你们本身来讲 你们没有这些钱 去供养的时候 才可以做易供 好像能够建立坛成的时候 能够把坛成建立起来的时候 你不能建立坛成 你没有钱 去建立坛成 这个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 虚空中的观想 去建立坛成 用虚空中的这个观想 去建立坛成 这是可以的 那你假如是说 你有钱 去承办这些 这个坛成的事情 你不可以 那么他还这样子 还讲 这个 非道理则 意味终有知迹 然以四次 慧曼陀罗 有大遮难 也就是说 你虽然有钱 但是到处的人 没有地方 所有人通通反对你 建坛成 你建立坛成起来的话 大家都反对 都给你破坏 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 你虽然有钱 可以这个 虽然我有一点钱 但是我找地方 那父母都反对我 建立坛成 那没有办法 这个是说 虽然有钱 但是所有的人 通通反对 这个时候 你也没有办法 建立坛成 不能建立曼陀罗 这个叫做 曼陀罗有大遮难 无处可以建 这个时候 你也不用曼陀罗 就可以用这个 易曼陀罗 给所有的弟子 做灌顶 这是这样子讲的 另外啊 还有讲 负无可得 负无可得 是说 灰弹没有支财 以后再求 负不得 或离此之财 无可得处 一处 莫能获得灌顶 也就是说 你住的地方 你住在非常遥远的地方 那里啊 没有人 能够 给你钱 去办这个曼陀罗 也找不到地方 去办曼陀罗 那么这个密教的上师 到了那里 非常的难得 在很短的时间 也没有办法去给你 做这个曼陀罗 这个时候 你求灌顶 不可得 这个时候 可以用易曼陀罗 来给这个大众 施以灌顶 这样你们听清楚了 那就是你到了 偏远的地方 哇 很远很远 到了新疆 的地方去 那突然间 很多人要求灌顶 你没有曼陀罗 给他们 给他们灌顶 要马上盖 又不可能 要马上建立 也不可能 也没有钱去建立 也没有地方让你设立曼陀罗 这个时候 只有用易曼陀罗 来给所有的弟子 做灌顶 所以有一次 我在这个hotel里面 有一个弟子 跑到我面前 跑到我房间来 就说 请师尊 给我做灌顶 我说 这附近有分堂 要在分堂 去做灌顶才可以 那就是 到了有坛城的地方 才给你做灌顶 才是何无仪轨的 假如那附近 是很偏远的 根本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才有坛城 而且 时间上也来不及 你也没有钱 去做坛城 那么地方上也不适合 也不适宜 这个时候 可以用易曼陀罗 给你做灌顶 假如附近有坛城 就要在坛城面前 给你做灌顶 也就是在曼陀罗面前 给你做灌顶 才是何无仪轨 还有这个三个 一个是求不得 一个是无知才 第三个是无地 没有地方 没有地 没有钱 求不得 这个时候 可以用意念 给大家做灌顶 这个是讲 伊曼陀罗的 伊曼陀罗 也很重要 伊曼陀罗 你看这个 三百四十五页 最后一段 龙治一说 地子灌顶 共有八曼陀罗 第八纪是 易曼陀罗 前七事 前七事就 彩绘 曼陀罗 之资料而分 前面七种曼陀罗 都是因为彩绘 的资料 才来分出来的 那么最后 第八种是 易曼陀罗 那么易曼陀罗 也只有很高段的 这个根本上师 高段的上师 才能够做的 你不能到哪里去 就来个易曼陀罗 灌顶 什么都没有 都很简单 就随便就易曼陀罗 灌顶 也是不可以的